在澳洲,原住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比例的2% 但在监狱之中,原住民受刑人的比例却高达27% 要如何降低原住民受刑人的比例一直是重要的课题 本周Lima新闻世界全球部落之单元 要带您来看到两个为此课题而努力的案例 在铁窗之内,如何透过新媒体软体的教学 让受刑人拥有出狱之后可以运用的新技能 避免重蹈覆彻,再度入狱 而一位曾经接受少年感化教育的原住民创业者 又是如何希望透过创业,卷动在地部落 并且招募原住民青年 在耳濡目染中避免误入歧途 同时也促进原住民族经济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行吗 额 在这种更多的衣服 在显标